这个Vintage实验室的台子 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终于找到了这种老布料做的小包 大家猜猜我有什么用处 现在天气很热了 京都这边已经穿单衣服了 这次平安古董集 是很久以来最热闹的一次 阳光族很晒 我们逛一会儿就一身大汗 这一整天下来 有一种狂欢节特别热闹的气氛 东西也特别好特别多 但是这次并没有淘太多的东西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现在上海发不了货 我们大多数客户 都是在江春户这一带的 所以现在就是不想货物积压太多 只淘了几样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 我们先从这两样东西说起 这应该是实验室用的 我们淘沃很多类似的东西 它们具有独特的 理工科学实验室的气质 还有一些神秘和科幻 而且以前的东西 比现在的做工材质要扎实漂亮 那么我们买这个架子干什么呢 当然这个可以用来做制弹器 但最主要的是可以改造成灯具 我们以前呢 改造过很多类似好玩的东西 这是一个用木工家和试管改成的小灯 当时因为疫情不通行 这个东西呢 是被一个加拿大客户买了 买了以后就等了好久 大概半年多 我一直催它 我说要不你就退款吗 我说不好意思等那么久 它一直不退款 说好东西值得等 这让我特别感动 这种古董温退职和它们改造的东西呢 具有新东西无法比拟的视觉体验 用在店铺陈列和家居布置上 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下面这无厘头的陈列呢 就有些怪 但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 蛋白质与光 既然说到旧物改造 给大家看看这几个包 这个是用老布改制的 这些布料因为长时间洗涤 色彩和质感 呈现出非常迷人的效果 这同样是新产品所不具备的 当然拉夫劳伦等少数一些品牌做到了 也因此被大家追捧 即便是这样 它们的产品也需要使用一段时间后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这就是时间的赐予 我们买这几个包呢 也不仅仅因为以上这些 大家猜猜我们用它做什么 作为一个古董问题 只买手 我有各种各样的购物袋 但是这些购物袋 在使用过程中 总是觉得不太如意 需要改造 比如这只白色的大帆布袋 容量够大 还特别漂亮 但是呢 它只有内兜 没有外兜 就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需要改造一下 我准备呢 从这几个里选一个缝在外面 这样既漂亮又实用 还有这只油辣翻布袋 本身是户外用品 连个内袋都没有 说什么也得给它配个袋啊 这就是Vintage的乐趣 除了收藏 还可以带来手工的快乐 这是八九十年代工具店的 螺丝实验 是手工制作的 手工图的油漆 和粗糙简陋的木板 同时呢 因为螺丝排列的秩序感 有一种潦草自然的装置艺术效果 这次呢 还淘汰了一些Vintage的东西 请大家欣赏一下 一直很喜欢Vintage杂货这一类 京都的这个平安跳躁市场 能淘汰的不少 堪比东京的大江户古董事 说起东京 一直心心念念想去淘货 记得几年前 从国内第一次去东京 待了七天 每次逛街都拿不动的感觉 回国的时候 装了大大小小十个箱子 不知道下一次去 还有没有这种惊喜了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这个频道 以免在人群中失散 我们下期再见